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还挺好的 但是说一下 作为观众的感受 就利用了大量的工作 就是时间去工作了 感觉专业上 这个曲子配这个 我觉得没有编导特别好 从编排上来讲 可能是因为 就是我今天想来找的这个岗位 不是偏向于舞蹈类的 所以说对这个环节 就是也没有过于精心地去 设计 对 但是有一点 这个倒是能那个 把之前的可能能解决 就是他应该是不是来秀的 因为他自己确实也没准备好 也没决定 他自己也没决定 解决那个问题 把这个我这个因果解决了 所以工作实习这事可聊了 好吧 因为今天求职方向 和这个不是舞蹈的方向 所以说确实存在问题 但是从舞蹈的动作质量和教学能力 以及就是对 基本功的一个掌握 我对我个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我们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 考虑一下求职者曹文举 刚刚的表现 做出你们的选择 最后有三盏灯 送你进入到第三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来 我们先从杨蓉开始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我们有个兄弟公司叫威梦传媒 我给你实习岗位是 媒介的助理的这样一个岗位 然后新周四K 第一点是在北京 好 这位 先介绍一下美在当下 我们是国内做女性价值成长 然后目前最大的流量池 那我给到你的岗位 是线上的课程主播 所以你新媒体可以做 在线下我会给你主持 和代课的机会 从线上线下一起来培养你 然后我们贝斯在北京 薪资是四千加在实习期 当然转正了之后 就基本上是一万五打底 来 莹莹 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教授助理的岗位 这一个是我们文化创意板块的 然后它的薪酬的话是2K 就是实习期的这个底薪 然后再加提成 然后第二个岗位 也是我们的这个孝企合作这个板块 薪酬的话也是2K加这个提成 好 这个岗位目前只有在天津 好的 文举考虑一下 然后灭掉其中一盏灯 好 来 有请杨荣 陈薇走上竞价台 好 文举 你可以分别问他们俩 你最关心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美在当下就是 除了在北京的话 在郑州有没有杠 我们现在北方就是在北京总部 然后南方位置在杭州 然后我们是全国都会有 就是我们的学员 但是他们要集合到北京和杭州 两个地点来交付这样子 就是郑州没有目前 对 好 魏梦这边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想问一下就是 在以后的竞胜通道上 会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 其实有两条路径 一个是继续做媒介专员 就是继续去跟这个一些相应的这个QA 包括一些网红去沟通的工作 和作为采购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也可以对客户转销售感 接下来考虑几秒钟 然后选择美在当下 或者选择威梦传媒 也可以双双拒绝 考虑时间开始 来告诉大家 你最终的选择是 接下来考虑几秒钟 也祝贺曹文举 谢谢 请订阅 请订阅